各位小小孩,大家好,我是艾倫森森 他是我的一個獎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的是這一個 Fulton Medley 這是一個來自澳洲的獨立創作 小眾沙龍香樂品牌 今天我們就要來試問Fulton Medley 他們官方的Discovery Site 這個官方的試箱組啦 因為裡面總共有十支箱水 其實數量也算不少 那我今天就來打算 欸怎麼了 今天就來打算就是針對氣味做描述啦 那他各自香水的創作理念啊 背景故事啊 我就不贅述囉 有興趣的 鄉下人們請自己到他們家的官網去做查詢啦 Fulton Medley 是來自澳洲墨爾本的獨立創作品牌 創辦人類同時也是品牌的調香師喔 是個帥氣的性格大叔 Russie Ford 古怪而且充滿個性感的香水 再加上容易入手的價格 換新包裝以後 香水瓶也就更加的吸睛了 非常有質感 因此呢 是個討論到澳洲的小眾沙龍香 必定會想到的作品之一喔 那為什麼今天會想要來試Fulton Medley這個品牌呢 之前呢 你們都看香水有毒的有毒大師Chloe 他說我種草了他兩支香水嘛對不對 其實他也種草了我這個品牌好嗎 他種草了我十支香水耶 所以誰的損失比較大呢 其實我之前跟Chloe在澳洲見面拍片的時候呢 他竟然超級大方的直接送我這一支 Fulton Medley他們叫鄭莊的香水 這什麼朋友什麼神仙朋友還不趕快去吃湯一下 不過也就因為他的緣故啦 他就直接種草了我Fulton Medley這個品牌 然後我就非常的想要試試看 他們家的其他系列啦 第一支要試的香水呢 是這一支叫做 Mr.Boshnikov's Purple Head 他氣味開頭呢 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寫實的薰衣草精油 那種油亮亮的質感 他背景裡頭呢 其實在墊著一股 蠻類似於廣闊香的那種 藥味苦涼感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種就是油脂狀那種很明亮很飽滿的滋潤感 以及一個很沉穩 然後有點苦有點甜的一個木質的香跟草氣味 我本來看他的香調參考表 他寫說他的主調是巧克力跟香草 我就以為說會是一個很甜美的那種美食料路線的 但沒想到實際試了以後呢 完全不是他一點都不是那種美食感的味道 而且偶爾穿出的那個烏木的氣息 還隱約有點微微的發色 或者是有點刺刺的感覺 我覺得蠻適合那種秋冬一種蕭條的那種清冷感的景象 他尾韻的烏木非常的柔順好聞耶 不過不髒也不騷 反而還覺得有點油脂狀的氣味 所以隱約的也會覺得說有點像是一個皮革的氣味喔 我覺得這支味道很適合給我 本身就帶有一個強大氣場 然後很沉著冷靜的那種蠻深 不過因為他背景裡也有隱約像是一股玉創木那種粉粉的木質味道 所以我會覺得有點像是一個外表很冷酷很正經 但內心其實有點狂野門騷的那種霸道總裁的感覺 接下來第二支要試紋的這一支呢 叫做Charlatan Charlatan 那這一支香水呢 哇塞 甜美到爆炸 甜美到融化 天啊 它並不是一種稚嫩青春活潑的甜感 而是一種成熟韻味的性感甜美 它更像是一個美女的白皙肌膚那種 慵懶性感挑逗勾引你的那種感覺 它茉莉的表現手法非常的令人驚豔 而且又很寫實很鮮明的 光是這個茉莉的表現手法 這一支香水就足夠理由 可以豚兩支起來放了 非常純正的茉莉花在已經盛放之後呢 然後傍晚一股微風吹來 整個空氣之中就弥漫著一股茉莉的香甜花香的那種 良辰美景的感覺 茉莉莉它的一朵味道呢 其實非常的明顯 可是呢也非常的圓融 它在味道剛噴出來五分鐘之後呢 就隱約的開始逐漸加入一股奶香的甜味 但並不會過分的破壞或掩蓋茉莉本身的氣息 反而給予的這個茉莉花瓣有一種 明顯像是一個準備要枯萎要凋謝的那個 它的白色花瓣已經開始變黃變棕色的那個階段 就是那種釜田感的氣息 而且這支香水它茉莉的氣息非常的綿長 它完全沒有要消退的意思耶 喜歡帶一點奶感的真慈茉莉花三的香西亞人 這支真的不要錯過了 不怕暈不怕噁心的人 這支真的很值得一試 你會讚嘆調香是Russiford 它對於茉莉的掌控能力 強 接下來進三豬藥樹的這支叫做Maduro Maduro 那Maduro這支味道它開頭 超級好聞 太好聞了吧 我真的超級喜歡這支香水味道 開頭那個羅勒的氣味 它不是我們東方那種九層塔 是西方那種做青醬的那種甜羅勒 這個味道真的超級好聞 然後這個羅勒的味道是依附在一個 非常酸香多汁的鳳梨味道上的 非常的有夏日風情 我覺得直覺可以聯想得到 像是一個熱帶水果口味的調酒的感覺耶 然後那個鳳梨多汁的感覺 會讓你覺得像是一個罐頭的鳳梨 以及罐頭糖水的結合 雖然說我覺得它像是一個熱帶水果口味的調酒 甜度肯定是有低 不過它並不會一股腦無腦的 往就是美食調那個甜度去發展 它背景裡也隱約有一股 像是煙草或木質的那種沉穩的氣息 所以我覺得感覺也像是一個 你坐在台過的酒吧 那個戶外的木廊走道上 然後就坐在那邊點了一杯 賣泰來喝的樣子 可是還蠻好聞的喔 說真的 接下來第四支要介紹的香水呢 叫做Confection over the Garden Nome Confection over the Garden Nome 那這支香水呢 它的開頭我覺得紫蘿蘭葉跟那個圓水紫的味道 用的有點太重了 就是它營造出了一種 蠻不舒服蠻不愉悅的一個草感 一個苦感 有點像是當歸的那種藥苦味浮出來了 我覺得這支味道開頭的那個苦味炸文之下 它其實還蠻像Ferrick Mellet他的French Lover的開頭的當歸苦味的 就是那種會讓你覺得很咖哩順的那種苦 然後噴出來差不多15分鐘之後呢 終於能夠隱約的感覺的出一股甜味的花香開始浮現出來了 我覺得它仿佛就是一個花朵從含包到逐漸綻放的過程 它的味道呢就是用那種身心的綠色苦色感 然後逐漸轉為一個花朵的香甜美味 它中段的味道其實會變得蠻好聞的 就像是一個比較水潤感的一個清涼乾淨的白花香 但紫蘿蘭葉的綠心感還是會隱約的存在著 不過我覺得這支味道真的很適合春夏時節來使用啦 那種高冷優雅的氣質只要你熬得過開頭的那個苦澀味的話 就會變得非常的迷人 我覺得這支香水也是可以用苦淨感來形容它的 不過這支香水流香我自己是覺得挺短的 那接下來第五支要跟你們分享的香水蕾叫做 Amber Absolutely 那這支香水呢它就是一個濃郁的 李子獨特的香氣 搭配上一個老香感的脂粉香 它就是營造出了那種老香感的錯覺 但是這支味道又並非像那種真的老香 就是用各式各樣層層的花香堆疊起來 創造出那種豐語富裕的感覺 不是 它單單靠著琥珀的甜味以及色香還有白松香的細緻粉體 就營造出了這一股非常圓潤飽滿和豐語的質地 非常的厲害 如果你仔細聞這支香水味道有中斷呢 你會發覺說似乎有一股類似像 尤加利那種Kamfer 就是類似像樟腦的那種刺刺的味道 它就營造出了一點有點像是一個仿紋噴霧 或者是一個驅蟲蠟燭的那種感覺 不過我覺得它更多的應該是來自於白松香的那種藥香感吧 不過並不會惱人喔 所以我覺得這支味道呢 就是接受度應該也還是蠻高的 它就是用了一個蠻現代的手法 來表現出了一個復古老香的感覺 它尾韻的部分呢 會是一個很有氣質很溫婉很柔和的一個琥珀的甜度 大概只有三分堂的甜度而已喔 然後厚調呢依然會有那種老香的脂粉感 我覺得就給我像是一個像是Gethlund的1X01夜的這一種 或者是凡爾賽舞會的這一種 老香感的一個汁粉香 接下來第六支想要跟你們分享呢 這支叫做Fauty Sauten Mehmet Fauty Sauten Mehmet 那這支香水呢 就是Chloe送我的正裝的香水啦 也因此呢 就開啟了我想要更認識這個香水品牌的原因啦 那這支香水的味道開頭那個 甜、粉、苦、辣的組合非常的深邃迷人 它開頭有一個青蘋果的味道非常的明顯 那種酸酸甜甜的氣息 非常的勾引人 我覺得它味道有趣的地方呢 是它會在一個微粉的甜美感 以及金屬的銳利感之間來回翻湧 它氣味的主體呢 是一個龍鮮香 那種晶瑩剔透又很飽滿滑順的滋潤感 再加上一個難以言喻的苦味 超級有個性 是一種非常有衝突的美感 那種讓人捉摸不定的那種神秘感 那Farty Soda Magmat 這支香水味道它的苦味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鮮明的 勞當之的肮脹油肌感也是直衝腦門啊 你如果是對中東風的香脂味道的香水有興趣的話呢 這支苦甜味道呢 真的會讓你愛不似手唷 這支酒品呢 也有在2017年的AOA香水大賞 進入了決賽的名單喔 那接下來第七主要跟你們混散的香水呢 這支叫做Heron Rose Heron Rose 那這支它的玫瑰味道呢 是一個帶有一點甜味 不過呢 非常的孤傲有強大氣場的一個玫瑰香 Heron Rose它的氣味開頭呢 是青綠色的綠葉質感的 我覺得呢 也是會比較有一點 像是一個水潤 有一點露水感的那種 那種像是玫瑰葉的青綠質感 開頭那再加上一個安息香的甜味來做打底 以及一抹粉香來做點綴 就像是一個女士很精緻的妝容 然後手中就握著一支那種很孤傲很剛毅的一支玫瑰花 還帶刺的那種感覺 它並不是那種繁花景圖的海量玫瑰花田 更像是一個有點霸氣有點貴氣感的女生 但骨子裡依然常有娇弱的女性柔美氣質 它到了尾韻的時候呢 那個香脂的甜味會越發的突出喔 更強調出了玫瑰當中的大馬式合同的 那個類似於蘋果皮的香甜味以及色味 然後裡面呢也是會覺得有點像是有點脂粉感的老香的 尾韻是個溫婉淡雅的胭脂粉香感 而且呢還有帶有一點動物的心騷感的 所以呢會覺得還是有點像上了年紀的那種老香復古感囉 接下來第八株要跟你們混賞的香水呢 叫做Suliman la Manifique Suliman la Manifique 那這隻香水呢如果你是一個喜歡肉桂 以及那種禪風古似氣息的人 這隻香水味道真的太有記憶點了 可以試試看喔 我覺得它是一個寧靜充滿禪意的畫面感 就彷彿時間好像是流速很緩慢甚至是靜止的感覺 深棕色的木頭走廊 然後桌上呢就是一個香道的那個焚香的小爐子 彈香啊桂皮啊以及松香還有些些許的藥材啊 混合成一個香粉 以及燒進了灰白色的香灰 它那個桂皮微微辛辣刺激的味道呢 其實也帶出了沉浸的木質氣味呢 也因此變得比較活潑生動了一點 有一種像是你在手裡盤玩一些帶有油脂感的木珠手串 然後手上會留有那種木頭魚香的感覺 喜歡木質氣味或者是那種禪怨古風的人 這隻味道真的很可以試試看喔 我覺得它背景似乎有點類似乳香的味道啦 我覺得Untiluna The Magnific 這隻的味道呢真實是我心目中的那種禪風的意境 但就是這隻它的流香跟闊香真的是都挺弱的 不過就畢竟是禪風的意境嘛 那種簡約好像倒也蠻合理的有沒有 有沒有 接下來第九珠我們要來速速看的呢 這隻叫做Impressions of Giverny Impressions of Giverny 那你喜歡黃花的香氣嗎 你對黃色花朵那種滑順飽滿多汁可口 甚至帶有濃稠奶香甜味的質感又愛又恨嗎 喜歡但又怕甜膩不實穿嗎 那這隻的質感以及層次感會直接讓你高潮升天 我的老天兒啊怎麼能夠把這麼奶甜味的花香 做得這麼的優雅有氣質啊 聞到這隻味道這隻差點都跪下了 真的是非常的佩服調香師對花朵的控制能力 非常細心又圓融的在處理花香的每一個細節 堆疊出來的氣味明明就非常的圓潤飽滿 可是整體卻有意外的清新雅致 即使是在亞洲比較濕熱的夏季 就算用了這隻黃花味道奶甜味道的香水 好像也不會覺得說年齡不舒服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實穿接受度很高的一個奶香感甜味花香 這隻香水作品也有在2018年的AOA香水大賞進入決賽名單唷 接下來第10隻最後一隻我們來聞聞看的呢 叫做Forty Thieves Forty Thieves 那這隻香水呢 蜂蜜與香汁 按照我自己用香的習慣來說呢 我個人是會算比較懼怕這類型的香水味道 可是說真的這隻我並不排斥 聞著聞著還覺得蠻柔順好聞的 總覺得蠻像是NORB1942的Mauves 再加上 Barbio Addison Perfumes的Bengal Rouge 這兩隻加起來再處於餓的感覺 在Forty Thieves這隻香水的味道當中呢 它安息香的甜味非常的明顯 然後蜂蜜的味道就有點難以言喻 它確實在背景裡呢 是隱約有一股像是蜂蜜的苦甜 以及那種生腥的味道的 但是我可能是因為安息香的關係吧 我又更多的覺得這個苦甜的味道 好像會是來自於墨藥的那種質感 然後這隻味道開頭的苦味程度呢 我其實是覺得蠻迷人的 就是搭配了它香汁甜味的那個底韻啊 再加上這個苦味 我覺得那個對比感就顯得非常的有層次 我真心希望這個苦味是能夠一直延續下去的 這樣的話我就會非常的大推這一隻的香水味道了 因為當差不多五到十分鐘過後 那個開頭的那個明顯的那個苦味 開始退去了 剩下的就是比較滑順很好聞的一個 香汁甜味跟那種蜂蜜的苦甜感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相比開頭的那個精彩的層次感 我就覺得有一點微微的失落失望了 不是這個味道不好 但是就畢竟開頭的味道組合層次感那麼棒 然後到中後調我就覺得 好像就有點下滑了走下坡了 不過真的整體很柔順好聞 暗牙的甜度滿有氣質的喔 如果你會喜歡安喜香跟墨藥那種甜甜苦苦的味道的話 這一隻很值得一試喔 好我們家隨之香水呢我就試完啊 不過他們家其實還有其他品項的吧 像是呢還有一隻限量版的Meraki 那隻香水味道我之前滿想嘗試的 不過因為是限量版 所以它四張套子裡面當然就沒有晃了 我以後有機會見聞到這款暴力桂花 再來跟你們分享分享吧 我覺得Fultz & Manley他們家的香水味道 普遍會給我一種有滋潤感的 然後一種很渾厚飽滿很有層次感 而且滿貼近於真實精油的感受 流香時間呢我普遍是覺得中等啊 有幾隻呢是有特別優秀的流香 那也有幾隻呢就是比較弱一點的流香能力的 那擴香能力的話呢我覺得都還滿中規中矩的 都不會覺得說特別的過於濃郁的這樣 我本來是想說結尾了要來選個三支香水推薦給你們可以速速看的 可是呢試完了這十支試管香以後 我覺得他們家的香水遠遠超乎我的期待耶 雖然說也不是說到每一支都有真的想要入手的程度 可是至少我覺得十支香水裡面沒有任何一支是真的很雷的耶 真的都還滿不錯的而且每支香水都很有自己的個性 那我今天就來選一個四支前四名給你們分享好了 我本來想說那不然選個前五名 但想說前五名就一半去了 然後三名好像就太少 那折中一下就來選個前四名吧 第四名我想要挑的呢就是苦甜的安息香 也就是40thiefs 這支呢它可惜的點就在於說它開頭那個很精彩的苦味層次感沒有繼續延續下去 不然的話這一支呢我可能會直接給它第一名或第二名的 第三名呢簡約殘韻封Sleeman Lomenefic 這一支清幽莊嚴的古似感味道應該不會人人都喜歡 尤其它肉桂的味道滿明顯的 可是懂得那種意境的人應該會眼睛為之一亮的唷 第二名苦甜飽滿的Fatisot & Mehmet 我覺得這支味道呢也是Furzen Manley他們家這個很象徵性的滋潤感的作品了 Russifold真的很會使用這種油脂狀的質感 來營造一種很豐育很飽滿的氣質 第一名 辅田味的茉莉白花香 Charlottin 喜歡甜味花香的 我跟你講這支真的必試 它那個已經甜到快要腐爛 可是又沒有到真的 甜到快要腐爛 可是又沒有到真的已經爛掉的那種噁心的感覺 非常的厲害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或者是喜歡Furzen Manley這個香水品牌的話呢 別忘了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喔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別忘了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我是艾文先生 他數哪一口獎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